不等你告我來告 那我今天來這裡主要是想要還 蔡思穎跟她的團隊清白 那為什麼 因為在上個禮拜 那麼有新聞台報導 一位物流公司的副總 那麼出來指控蔡思穎的團隊 她的助理 黃姓助理 那麼向她所謂的所惠 然後並且來喬事 那這個新聞出來以後 第一時間我在臉書上 我就問蔡思穎 我問她說有沒有 辦公室有沒有黃新耀這位助理 有沒有黃新耀這位助理 那因為問了這個問題 結果蔡思穎就悍然的說要來告我 那這邊我也呼應蔡思穎委員 說你是真的後台很適應 但是我要特別講到一件事情 請問你的辦公室有沒有黃新耀這位助理 我只是問這句話 這是一個事實問題 而且更重要的是事實上 你辦公室就是有這位黃新耀的助理 那麼蔡思穎也非常奇怪 她在提告的時候 她說要告羅志強 可是羅志強從來沒有說蔡思穎 或她的團隊所惠喬事 我是問今天爆料公司 爆料的物流公司副總 爆料說你的辦公室 有一位叫黃新耀的所惠喬事 我問你說有沒有黃新耀這個人 就蔡思穎第一時間的回答是 蔡思穎與蔡思穎的服務團隊無關 我要講兩件事情 第一個蔡思穎你要真清白要告 你告羅志強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不是嗎 你今天要告的是物流公司的副總吧 如果你不告物流公司的副總 那我想請問你這不是心虛 什麼是心虛呢 物流公司副總透過媒體指控你的辦公室的助理 來跟她鎖匯去幫她喬事 那妨害你名譽的是物流公司的副總啊 為什麼看蔡思穎今天竟然是要告羅志強呢 第二個我問的問題 你的辦公室有沒有黃新耀這位助理 請問這個問題妨害了你什麼名譽 這個問題更重要的是 蔡思穎為什麼第一時間的回答是 與蔡思穎服務團隊無關 但等到我確定發現 這個黃新耀就是你的辦公室 甚至是辦公室主任之後 然後呢你又出來對媒體還原說 他確實有來跟你們辦公室接觸 所以如果這件事情 你覺得傷害到你的名譽 那甚至你第一時間的澄清新聞稿 你應該要說的是什麼 你要說的是這個爆料人爆料不實 我非常的憤怒 我要告這個爆料人 我要告這個物流公司的副總 結果你不告物流公司的副總 你不告報道的媒體 你告一個問你辦公室有沒有 黃新耀這個助理的人 那我想請問蔡思穎邏輯在哪裡 那我也要特別再講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我覺得蔡思穎第一時間的回應 我認為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呢 你像之前我舉的例子 另外一位來朱立委 就是吳思瑤 吳思瑤他被醫生踢爆了 關說醫財 關說醫財 雖然吳思瑤跟你一樣也推陳是選民服務 但是吳思瑤至少有擔當啊 吳思瑤第一時間是出來承認有這件事啊 他承認有行文來關說這件事情啊 但是呢他說他承認之後他也對這個事情 向醫生道歉啦 所以呢 蔡思穎並沒有否認跟他團隊有關 但他認為說這中間他是選民服務 好那至少他是一個說法 跟社會大眾交代至少沒有說謊嘛 可是為什麼蔡思穎第一時間 你要說跟你的服務團隊無關呢 就跟你服務團隊有關啊 那只是說這個人爆料可能爆料不實 實際上你的服務團隊就算受理了這個案子 但是沒有關說也沒有喬事 你出來澄清清楚就好了 第一時間為什麼要說謊 然後更重要是為什麼要提告 來掩飾你的心虛 所以今天沒有關係 蔡思穎非常在乎他的名聲 那麼我也來今天來幫蔡思穎 所以蔡思穎你不告這位物流公司的副總 那沒關係 我今天就用媒體報導的追責消息 因為這個消息如果成立的話 那中間可能就會有一些不法的問題 那如果沒有成立也非常好 讓我們的司法機關 來去還蔡思穎清白 如果蔡思穎你不想要讓這件事情 這個你不願意讓你的名聲受損的話 那你又不願意提告的話 那沒關係 由羅志強來幫你告發 我幫蔡思穎告發這件事情 讓檢察官讓司法機關好好的查查 有沒有這位物流公司的副總所說的情勢 如果沒有的話 就把物流公司的副總抓起來法辦 就這麼簡單 那你怎麼看就是鳳梨直籃 現在蔡政府似乎還提不出一個比較長遠之際 都丟出一些治標不治本的方法 事實上他們現在好像所有農業國家隊都跑出來了 所以說要成立國家隊因應這個問題 然後也說那個鳳梨不要放在一個籃子 問題是你執政了五年 你現在跟我講鳳梨不要放一個籃子 會不會慢了一點 那我要特別講說今天大陸的方面 如果是因為政治因素來去打壓台灣的鳳梨輸出的話 那這一點我覺得是不能接受 跟我講要分散市場跟我講要新南向 結果請問做到多少 做到多少 比重還是有這麼大的一個懸殊的差別 絕大多數的農產品 產銷還是輸往大陸的時候 那你一邊說要分散市場 一邊實際上是在集中市場 那不是非常矛盾嗎 謝長廷他在臉書上直接說 你們這樣子大家都知道大陸不要台灣的鳳梨不進口了 舉世皆知 那麼現在賣來日本只是在賣人情 他是不是從這個出發點就已經看衰了 把台灣的鳳梨看成了刺激品 第一個我說謝長廷你在打臉蔡英文 對不對 民進黨現在新的農業農產品國家隊的一個核心的政策 就是要分散市場 分散市場 東南亞已經看起來 大家那個整個數字看起來就是不好看 那大家就會開始想說 那日本跟我們的關係不是很好嗎 那日本市場你總要認真的努力去開發 你怎麼會說今天我們努力開發日本市場 叫做日本賣我們人情呢 我說你今天如果沒有能力 你一清住日幫助日本 那你說說實在話 連討這個人情的能力都沒有也沒關係啦 你不要出來講話也沒人當你是啞巴 那我也不懂他為什麼這個時候要去踢一腳呢 就是踹踩政府一腳呢 說這個現在要把這個鳳梨賣到日本來 那是等於是跟日本是個水利 然後日本賣人情 那這個價錢也不會好 然後好像也不會賣太多 我說你們國家隊都還沒出師 你就先一腳踹下去先讓他生鮮死吧 我說重點是努力過再說嘛 對不對 你也不要先開始就先去唱衰 我都還沒 我們都還沒去唱衰蔡英文政府 為什麼你要做這個代表 你要先去唱衰蔡英文呢 事實上這段時間 藻礁公投的連數 以非常巨大的速度在增加當中 其實這樣的一個增加 就是狠狠的打臉了蔡英文政府 請問蔡英文請問鄭文燦 以前你是怎麼承諾還不找團體的 藻礁永存這四個字 難道你已經忘記了嗎 為什麼我們的民進黨一天到晚 對任何事情都是精英腦 當我呼籲說第一時間陳時中回應是 武漢肺炎不是其次 後來他也不講武漢肺炎了 再來連蔡英文都不講武漢肺炎了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時間是站在道理這一邊 時間是站在文明的這一邊 雖然那時候被排山倒矮的攻擊 請問最後是羅志強隊 還是王定宇隊 還是范士平隊 還是最後蔡英文是向誰修正轉彎 更不要講最後連拜登總統都自己出來 對他直接下令聯邦政府不可以用這個名字 因為這名字涉及歧視 可是現在全世界的政府首長及官員 全世界獨一無二 只剩下一個人還在堅持講武漢肺炎 就是蘇貞昌